一天之计在雨晨 一生之计在雨晴 将一串故事给你听 幼稚就在少年行 要问芝士哪里来 芝士哪里来 树山犹如青围京 青围京 青雷奔鸟鲜入林 青跑骏马骑飞腾 青雪同心天之会 心思头脑变聪明 一生之计在雨晨阳 一生之计在雨晴呀 情分的少年值多少 不忘记来输不及 一天之计在雨晨 一生之计在雨晴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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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秋俊百里借汉书 明朝大学是秋俊自幽丧库 虽家境贫寒 但母亲还是把她送到村里的私塾去读书 秋俊 早些回家去吧 先生 您这里的书 我全都读过好几遍了 前几天像邻村界的书也都读过了 哦 我已经还给人家了先生 我这么快就读完了 还送给他们一旦柴后作为谢礼呢 真是个书虫啊 你是在读书啊还是在吃书啊 嘿嘿 在我这里你已经无书可读了 是啊 你读过汉书没有 是东汉大才子班户所写的汉书吗 不过周围的村子我都跑遍了 也没有见到 我们海南岛远离中原偏居易渔 读书不易啊 不过去此地百里有个江家庄 我曾在江原外家教过书 他家藏有整套的汉书 是吗 不过我每日要教书 不能前去为你借书啊 那我去可以吗 将原外爱书如命 也未必肯借啊 我相信今成所至今世为开 可是路途遥远 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 放心吧你看 平日里上山砍柴头烟 我从来都没有离过路受过伤 何况我去江家庄有大路可走 不教师辛苦一点吗 不行不行 这么远的路还要翻山越岭 大人都要走好几天 你一个小孩子怎么可以呢 嗯 娘 我已经向先生请好了架 你看推荐信都写好了 儿啊 不是娘阻拦你 跑那么远的路 娘实在是不放心呢 你平时不是总教导我说 志向远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吗 娘 儿君在即读不到万卷书 又行不了万里路 上学还有什么用吗 我明天就退学去 你敢 你这孩子 娘 你去哪里啊 江家库路 娘去借点大米白面 做点干粮 你好路上吃 不用了 大米白面虽然好吃 但更容易饿 赶路还是吃包裹粗粮的好 好孩子 路上小心 快去快回 嗯 猴子 饿了吧 不做亏心事 我就不怕鬼叫门 请问这里是江原外家吗 你个小叫花子 我们江大人也是你叫的 你是来要饭的吧 不是 我是来求见江大人的 我看看 拿到了 正看不算本事倒着看才叫功夫呢 懂吗 真没有想到 原外家的门房也这么有学问 烦您通报一声 好等着 老爷 老爷 门外来了一个要饭的小孩 有要饭的给他一顿饭吃送走的就完了 这点小事也来麻烦我呀 啊 是 嘿 要饭呢 我们老爷说了 你吃顿饱饭马上给我走人 江原外没有开信吗 什么信啊 我们老爷正在下集 哪有时间看你的信 我是陈先生接上来的 拜见江原外的 就是在我们家教个书的司书先生 对呀 哦 那可是个大好人 我们家少爷考取功名多亏了他 你怎么不早说呀 信上都有 您不是看信了吗 废话 我要是认识字 我能倒着看信吗 这么说 你是来向我们家老爷借书的 对呀 听先生说 你家的书可多了 要是借书恐怕不行啊 为什么 我们家老爷虽然仗义书才 浮危即困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他是誓书如命 盖不借人 嗯 陈先生在信中把你夸得天花乱坠 神乎其神 我倒要考考你 过了这一关 才能谈到借阅汉书一事 请原外指教 汉代以前的子迪经书都读过了 是 那好 我出个对子 上联是三代下商周 好好想一想 有了 四师封雅塑 好 你再听听这幅对子 天作棋盘星作死 谁人敢想 地围琵琶 陆围贤 哪个能谈 好啊 看来陈先生所言不虚 真乃神童也 来啊 到 带这位秋少爷到客房吃饭 沐浴更衣好好休息 晚上请到我的书房来 谢谢原外 这么多书啊 看书在哪呢 在这儿 秋少爷 想看什么书尽管挑 老夫都可以借给你 想看的书很多 可是借这一套就够了 多了我也拿不动啊 尽管挑吧 我派车子连你带书一起送回去 得天下才俊而教之 乃人生一乐也 孩子 回去好好读书 孝敬母亲 不要辜负了老夫和先生的期望啊 圆外对我恩重无山 秋军无以回报 傻孩子不要见外了 老夫知道你家境辛苦 难得你好学上进 这些银两拿回去贴补家用吧 不不不不不 孩儿虽然家道艰难 但看母亲缝洗江谷和我砍柴去卖 日子还过得去 而且陈先生一直不肯收我的学费 圆外厚赠 秋军断断不敢送 唉 真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啊 不过将来如果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告诉我 如果刻意隐瞒 老夫就要不高兴 情愿万流我 好了好了 赶紧上路吧 驾 就这样 在好些人的帮助下 经过不懈的努力 秋军终于考取了近视 成为明朝洪志年间出类拔萃的人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明连 明模 明明 明明 明